那花的部分用的是直徑2mm的圓皮繩 这次准备的是240公分长一条 我们会用单线缠绕的方式去做 从右侧开始做 那从右侧大概30公分长的位置开始 你可以量一下你的手臂 大概也是30公分长 然后我们把短的这边留在右手边 从长的这边开始做 那做法跟刚刚的兔子一模一样 就是先交叉 然后我们这次把右边长的这个放在 也是把长的这个放在上面 然后我们第二步呢 就是也是绕一个圈圈 把它放到第一个圈圈的后侧 那你如果右撇子 这时候也可以再换一个手这样 稍微固定 那皮绳因为比较软 它比较容易固定那个形状 你就把它捏紧就好了 那下一步呢 就是绕到这一条线的后方 我们现在要用长的这条线来绕 找到它的线头 然后跟刚刚一样 那我们做的时候就是从上往下进去这个洞 从第二个洞出来再从第三个洞进去 那花的部分因为我们有长边跟短边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你的短边 一定要绕在这个圈圈的外侧 就是说短边它比较容易掉出来啦 所以你要确定它们一定有一上一下的规则 你要把它弄好 那我们就做好了基本的编织 这个花的做法 我们在量尺寸的时候会把里面的圈圈的这个大小 抓在大概2.5 2.5到2.3到2.5之间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太大 它现在4公分嘛 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调整这个大小 皮绳因为它比较软 所以它比不是很好调这是正常的 大家就尽力尽力而为这样 然后尽量把圈圈都抓在一个对称 不要差太多 那就是到目前为止 是跟刚刚的兔子做法一模一样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花的第四个花瓣 那这里有一个空空的地方 我们等一下花瓣的第四个花瓣会放在这里 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边法它的规则就是一上一下 那现在这条长边的线它是不是从下方绕出来 它上方有另外一条线压着嘛 所以它现在是下 那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要上 这样 跟着短边的这条一起走 但我们走在它的外侧 它下你就这样 它绕出来就绕 跟着绕 好 好就到这边 这边就有做好第一圈的花的形式 那你可以大概抓一下 如果你想要你的花瓣四瓣都一样大 或者是说你想要有点变化 让其中两半比较大 你可以在这边调整你想要的 就是花的形式跟内容 因为我们这一次用的是用单线缠绕的方式 等到整个都缠好以后会比较难调整它的尺寸 所以你的花的形式要在第一圈做好的时候就把它调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长的这个线开始绕 那绕法就跟刚刚做兔子的一模一样 我们就绕在外侧 然后跟着它旁边的这条线的走向走 就是说它朝上你就要朝上 它朝下你就朝下 那这边是多余的可以不要管它没关系 不要跟错线就好了 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240公分长的皮绳 它可以绕五圈 那根据每个人做出来的那个花的大小 有些人可能可以做到六圈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决定 你要绕多少圈 但你如果要绕越多圈的话 你刚开始做的时候 里面的空隙可能就要留得稍微大一点 然后一边绕的时候 我们要一边整理线 让它们也是排排站站好 尽量贴密一点 那你做的时候要一边一直调整 不要让它就是看起来松松的 皮绳比较不好操作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比较软 所以软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让它都贴得很紧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要一边调整一边做这样 花一点时间慢慢的 然后每次做好的地方你可以右手大概把它捏住 这样它比较不容易跑掉 这样就绕好第二圈总共要绕五圈 我们绕的时候不用一次把它 就是说绕完一圈才拉 大概绕个上上下下几次就要把它拉紧 不然你到后面会很不太好调整 做这种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说 我们在绕的时候都要一直绕在外侧 但我们常常绕一绕不知道为什么它就跑到里面去了 所以在绕的时候要一直检查 但绕错也不会怎么样 只是就是说成品看起来会比较丑一点 如果你觉得穿的时候洞很小不好穿 你可以稍微剥一下 所以我们在绕的时候 我们在绕的时候 走到大小小时 是这种了解吧 如果不那么这种的一种 像是这样的话 现在两个月的人要来延运 对所以我们在红豆子 不忍 Р으 不要轻松一点 不能够 如果你跟乱们 不过 不好 但是 这种的一种 我们不来 如果是釀水 不够 多大小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边做的时候可以一边调整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故意把它 每一圈都让它有点松松的做一个层次感 但是皮绳的话因为它就是比较软 所以你如果要做像这样子比较松松的做法的话 它有时候就不太好控制 但腾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因为腾心它比较硬 所以它有时候就会用那样去做一个效果 像兔子那边如果你使用的是皮绳的话 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用不同颜色的 就是每一圈都用不同颜色的皮绳去试试看不同的效果 做到比较后面接近五层的时候 它其实洞会越来越小不是很好穿 所以也可以使用夹子来协助你 好那做到这边就五圈就差不多做好了 那我们就把它绕进去 那这边就是都是剩料的部分 像这边就是有故意做 有点让它松开这样子 那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做成什么样子 皮绳因为它就是比较 它不太容易固定在同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做到你觉得OK的状态以后呢 我们就要先把它固定一下 那固定的方式跟刚刚一样 就是你拿出你的剪刀 让它在后面 后面有支撑的位置把它剪掉 那像这一条线是刚刚我们一刚开始绕的嘛 我们就把它剪在大概这个位置 那这边也是 好那这两边好了以后呢 就尽量不要让那个头在表面也看得到 就是触动你的保力龙胶 稍微固定一下它 那你可以用夹子协助 协助固定一下 不过皮绳它比较软 它比较容易附着在上面 应该是还好 稍微固定一下 那做到这样就算做好了 好如果像刚刚做好的兔子跟花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把它变成胸针 你也可以去购买 去五金材料行购买 像这样子别针的零组件 那我今天准备的是 3.5公分长的胸针 那胸针的固定方式也是 就是用保力绒胶热绒胶也可以 然后把它固定在背面 也是 就找一个平一点的位置 稍微点一下 就把它黏上去 要压一阵子 所以你也可以用你的夹子来协助你 就这样 那今天的兔子跟花的编法 大家都学会了吗 其实编织它是一门需要不断重复的练习 让你的大脑跟你的双手 去熟悉编织逻辑的一门工艺 那今天的工作坊里面 我们透过两个不同的作品 带大家重复的去练习这种编法 希望大家都有跟上进度 也学会了这种编法 那大家学会了这种编法呢 未来你们就可以自己替换 不同尺寸的材料 比如说你可以用比较粗的圆皮绳 或者是不同长度 你就可以做出各式各样 不同尺寸的兔子跟花咯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参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